大家好,这里是林主角说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款上年就爆火的AI能工智能应用 它就这个Carricult AI 这款应用程序上线不到一周 安装的就超过200万次 这个成绩已经完全碾压确的GPT了 因为OpenAI的应用程序 在首个6天以内才只有50万次的下载量 所以这款Carricult AI 它的受欢迎程度一目了亮 这款新出炉的AI能工智能应用 它是由谷歌那么大模型的前刊发者 洛姆沙泽埃和丹利尔德弗雷塔是构建的 过去它最新的是这个B的版本模型 相对于Carricult AI刚开始的种种限制 这款Carricult AI就宽松很多 不管你注册与否都可以使用 而且最烂的上头的是 它里面内置了大量精心设计的 而且是带有鲜明个性的训练能物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体验一下它的不同之处 进入以后它默认是英文的 然后节目里一上方这个语言这里 把这语言改成适合自己的 比如这里把它改成中文的 好 修改好以后 打开任何一个虚拟人物 他都可以和我进行对话 他说你好 我是你的AI小助手 我可以帮助你回答问题 及时广义 起早电子邮件 编写代码 提供建议等等 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 如果我们需要问任何问题的话 咱们直接在下方输入 笔中文输入 请帮我写一封 发给老师的感谢信 好 说了好以后 让节目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是以游客形式来进行提问了 它就立马给我们写出来了 我非常兴奋可以在你的课堂上学习 并通过你的指导和帮助 深入了解和学习很多关于计算机 和科学的知识和技能 当然我们可以让它重新定义一下 比如我输入 我主要是写给这个 幼儿园老师的 然后我们发给他 好 它就立马开始了 就帮我们改成一封 写给幼儿园老师的信件了 当然你要如果英文的话 我们就输入 请用英文写 这样的话 它就立马帮我改成英文的形式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用绞尽老师想 如何给老师写感谢信了 当然为了方便以后使用的话 我还是建议大家注册一个账号 它注册过程也是完全免费的 我们只需要点击上方这个注册按钮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谷歌账号 或者是Facebook Discode 苹果 或者是自己的邮箱账号的进注册 都是可以的 比如这里我选择这个 谷歌账号进注册吧 然后这里选择我们的谷歌账号 进入好以后 然后这里我们需要制定一个用户名 比如就输入这个领土吧 好 输入好以后 就把它勾选这个 我了解并同意这些政策 就是它的服务条款了 所以我们点击创建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头像 好 设置好以后 咱们现在返回到手页上去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在里面 随便创建一个聊天项目 比如我们可以在下面选择一个讯能物吧 我们就选择这个 艾罗马斯科吧 选他 比如我们可以问他 你为什么购买这个推特 我看他怎么说的 他说我可以 他说我可以审查任何对我刻薄的人 然后我说真的吗 看他怎么回复 他说是的 推特上不再有言论自由 任何与我有不同意见的人都会被禁止和审查 他这种回复的形式确实挺像艾罗马斯科的性格的 我们可以直接去马克思本人他的推特上来看一下 看他本人平时发的一些贴文 你就可以窥探出意外 比如说这个贴文 它是发生在17小时之前 就刚昨天发的应该是 大家看一下 他上面说 我为人们不会相信的事情付过税 这个图文付的是一张 被人打得头破血流的图片 然后下面有个留言非常逗 他说再沦为 我们纳税的钱都给了这位画家 所以马斯科平时在推特上 除了发现他产品以外 经常会发现那连哭笑不得的图片 但一看见这样的图片 他说 我这个推特占大家很多的空间 总占了9.52GB 但重点是在上面 他肯定是故意留在上面这图片 这明显上面有一个占了11.50GB的东西 这是他自己手机的截图 也不知道他是故意发的 还是他随性发的 这就不得而止了 然后下面说 还有其他人注意到这个应用程序的吗 ProHub 有人故意把它给它标出来了 爱罗马斯科Hub 不管是他随性来发 还是他故意发 但他明显把这个ProHub放上面 绝对是可以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他上面这个人物特色非常多 像第一个特色 第二个Discover就发现 第三个帮手 名人 游戏 图像生成 VTuber 游戏角色 动漫 等等等等 那下面选择这个图像生成的看一下吧 选择任何一个你感兴趣的头像 打开以后 你就可以跟他进行对话了 如果你需要学习万语的话 他下面有一个练习新语这里 打开以后 他说我精通多种语言 并且会帮助你学习正在学习的语言 我可以翻译任何你不明白的东西 这是一个多语言的AI机器人 下面还有一个练习面试 他说我将担任你的面试官 告诉我你想申请的职位 我会对该职位进行简单的筛选和面试 有任何需求的话 你就在上面输入就可以了 他都会可以帮你预设出 接下来你将会面对的问题 到时候你只要提前做好准备就可以了 但你还可以通过这个AI人工智能机器人案 进行这个形成规划 他说你想探索世界的哪些地方 你如果输入 我准备去这个悉尼游玩 请帮我规划出一条合理的线路图 然后发给他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输入这个分类 比如说我输入这个美食吧 问我喜欢什么样的美食 有中式 西式 美式等 那么试入这个中式吧 那如果你想在西医尼 吃到原汁原味的中式美食 那么推荐你去这个唐人街 你可以在那里试试真正的中式美食 你还可以试试中山路上的食物 建议你去看看吧 当然如果你不想选择特定的虚拟人物的话 那么你可以直接点第一个选项 就创建一个新的角色就可以了 他也是可以帮我们写代码的 比如我们输入 请用拍摄语言帮我编写一个外边爬虫 来获取最新的新闻内容 比如像这个ABC的网站 我们可以指定一个网站 来帮我编写一个爬虫来 看到人们写出来 他就立马开始了 他现在帮我们完成了 就通过这个拍摄脚本 来帮我们获取每天的ABC网站的乐趣新闻 我们可以直接点这个复制按钮 把这个Python代码给它复出来 当然这款AI人工智能良心机器人 它不仅有网页版 在手机上也都是可以安装的 不管是iPhone手机或者是安装手机都可以进行安装 目前都是完全免费的都可以进行下载安装 安装好以后 你就可以在里面进行提问了 登录以后 然后节目点在右上方这三个点 节目点在里面设置 打开以后 把下面这个语言改成适合自己的 比如说容量设置为中文就可以了 还是挺方便的 如果输入 请帮我写一个简单的植物僵尸脚本 就立马开始了 这速度非常流畅 非常快 当然目前这个网站在部分国家地区 它是没法访问的 但是可能需要通过VPN进行访问 VPN的话 你可以选择这款性价比非常高的 Surface Shock 它议会链接会放在视频下方 这款VPN它是不限流量的 速度非常快 在全球有3000多台服务器 支持全平台使用 不管是PC端手机端 在同一个网络下 它是不限制设备数量的 这还是非常良心的 最关键是它支持30天内的 无条件退款保证 其实在手机上使用的话更方便 比如我们直接问它 你能帮我预测下 未来10年的经济发展趋势吗 我们看它这么说的 它作为一个AI模型 我可以提供一些关于经济发展的趋势的预测 但我的预测只能作为参考材料 不能被视为准确预测 或者金融投资的建议 终上所述 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可能是数字化 绿色 可持续 科技创新等四个方面的结合 然后节目问它 你能帮我写一个 批量下载网上图片的脚本吗 它就出来了 马上就出来了 速度非常快 今天视频所运的全部资源 它们在下载链接 我都放视频下方 我们下载链接 我们下载链接